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有意思 一个呢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反应 本来第一个标准反应就是说 你去了小心哦 你会矮化哦 你会被矮化哦 我们的主权会被矮化哦 这样子 然后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就开始关心马英九的安全 你的旁边的随护 不能够配枪这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你遭遇到攻击了 是不是他们都只能双手投降 然后都不能采取任何保护马英九 的这个做法 那对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非常担心马英九的安全 怕在中国大陆 然后遭到攻击啊等等的 会不会有人丢鸡蛋啊 丢拖鞋啊 丢石石头啊 像我们民进党最喜欢丢 丢他那些东西 你们不可以这样对马英九 对 真爱马英九 那可是问题 为什么这种东西要配枪 好OK 那么我觉得第三种反应也很好玩 就强调说你纯心要跟蔡英文打对台 你只想要折损掉蔡英文防美的光环 我觉得这个逻辑都是不通的 就前面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标准的膝盖式反应 就是说是卖台 然后呢是有入国格等等之类的话 这一些话呢看起来没有效 之后呢就开始关心马英九的安全 就变得很可笑 然后最后一种呢就开始变成说 你是要夺取蔡英文的光彩 这件事情好好笑 可是他们会担心马英九会夺取蔡英文的光彩 这件事情凸显了一件事情 那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这是一件坏事 那不是衬托蔡英文去访美更好吗 就是因为它是一件好事 你才能够夺得了蔡英文的风采呀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去看 马英九访中国大陆这件事情 台湾所发展出来的这一些现象 马英九马英九是出版 因为我们上个上个星期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谈了一点点 不过那个时候呢 对于礼拜一啦 对整个总体的气氛来讲呢 其实还在还看不出来 那但是这个时候呢 那个味道比较清清楚了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我们先看民进党的部分 民进党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焦虑 所以战略焦虑就是 其实在去年九合一选举 去败选之后 民进党的总体的检讨 既没有检讨蔡英文 在人的部分呢 大概呢只只只检讨了林志坚 其他的都没有检讨 事情的部分呢 他也没有去检讨B案啊 88枪案啊等等的都都没有 他只检讨了抗中保台 因此呢就是好 那我们就抗中保台呢太刺耳了 而且呢引起大家呢 对那种的战争的焦虑感 所以他改成和平保台 去年九合一的败选之后 再加上呢美方几次的这个放话 包括孙小雅的讲话 对于美国包括这两天 你看到的不瑞蛇的讲讲话 基本上面呢都是告诉你 就是说呢 你要比必要避战 避战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是说美国不想 因为你民进党的选举策略 所造成的过去的那种的鹰派的腔调 而被迫卷进了 或者过早卷入了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军事冲突 美国不要 因此再加上去年的大败 使得民进党的今年的选战策略 我说不是他的路线意识形态都都都没有变 他还是一个呢以台独呢为主要诉求的政党 他还是一个呢反中的政党 他还是一个随时准备跟解放军开战的政党 可是他在的选举策略上面来来讲 他要求党内的每一只老鹰的都开始学歌 歌子叫 这是呢 这几个月最特别 我如果你有看到最近的民进党的绿营的晚上的谈话性节目 因为大部分都是绿的 我想他们谈得非常烂 因为不知道怎么怎么谈 因为老鹰要学歌 歌子叫很难 你知道就平常呢 他们就是发出老鹰的教证是本人 他就叫阿妈要要要要要把人家吃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要学歌歌子叫 那个就不知道怎么样说 所以你会发现连马英九要仿中这件事情 凤卿刚刚讲到他们的标准的台词 每个人都一样 他就很虚弱 对就你这样讲有说服力吗 对你这样这样子讲了之后呢 就可以让让大家去去去去讨厌马英九 然后想要把马英九能来来下来吗 没有你如果真的反对我看最简单 你就赶快呢发动所有绿营支持者到机场去毒死马英九 那我就知道你真的 可是你有发现到第一个 总统府到现在为止 陆委会到现在为止 对马英九的出访 都是呢那种空洞 但是略带温暖的调子 空洞同意 但是有穿小鞋的地方 很多穿小鞋的地方 但是就是不敢阻止 对不敢阻止也不敢警告 因为因为现在的两岸的气氛 你想你都已经开了小三通了 你都已经开了大三通了 那商总呢 现在的正在大陆访问商总呢 带去的几一份菜单里面 第一条呢就是观观观光业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观光业 今年一定会启动 那是民进党今年的选战策略当中 很核心的 就是在选举之前呢 让陆克进来 让台湾的老百姓呢 觉得我民进党也有和平红利呀 我民进党呢 也会发出鸽子的叫声 虽然呢西方的谚语讲 如果你看到的一只动物 他走路像鸭子 他呢长得像鸭子 他叫声像鸭子 他就是鸭子 可是呢当你发现一只老鹰 长得像像老鹰 飞得像老鹰 可是他发出鸽子的叫声 你就开始有点混混淆 就觉得说 他到底他到底是不是老鹰呢 民进党今年想要让你产生一种幻觉 也就是他不是老鹰 他不会带来在这边 他会带来和平 陆克进来 但是马英九一登陆之后呢 民进党就发现 他的他在战略上面的主导权就不见了 马英九会破坏他原来的选战策略 这才是民进党真正的焦虑 当然我相信他们也蛮焦虑 所以普瑞泽他在台大的时候有一场演讲 要注意这一场演讲 他前天在礼拜一的时候 在天下文化 远见天下文化呢 有一场论坛 在论坛当中 他其实说了一些话 强调的就是呢 两岸之间 如果中美之间的关系 如果持续恶化的话 其实台湾不会受益 所以台湾不应该期待中美关系恶化 相反的 其实台湾应该要期待中美关系恶化 可是昨天他在台大的这场演讲 我就觉得他讲的就更白话文了 要注意因为昨天的这场演讲 其实邀请者是台独 就深绿的 台派的基金会 是深绿的基金会 是吴英龙 吴英龙为执行长的基金会 普瑞泽说 两岸降低风险 其中一个方法是向北京保证 台湾不会越过风险 不会越过红线 虽然蔡总统曾经试图进行安抚 但中国显然不愿意与他的政府共存 但马英九政府有做到这一点 那另一个方法是制造有效的障碍 使中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不发动攻击 也就是增强台湾的威慑力量 他前面这一个说 就是让北京认为台湾不会越红线这件事情 他说蔡英文做不到 马英九做到 所以他不不会不知道他这一段话的影响性 昨天当然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场景 就是说不瑞泽不瑞泽是所有所有对于两岸关系的涉猎比较多 因为他的专长在东亚研究 虽然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在在跨跨这个李登辉跟陈水扁的时代他曾经是美国在台协会的理理事主席 对台湾问题当然是熟悉的同时他也有了就说呢在大陆的工作的经验 所以两岸的问题来讲他是有实物经验的76岁了老师说在美国的现在的所有对两岸事物比较你叫得出名号的人里面 普瑞泽是打卡 同时呢他的他的书或者说呢他的他的理理论或者论述的影响力呢也比较大 即使他现在已经76岁了 那他这次的到访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讲大白话 而且他刻意的平衡一方面接受远远远见天下的邀请 同时呢也接受呢绿营的这个独派的基金会的邀请的两场的演说 和两场演说的调子我觉得差别并不大 他表现出一种的对于台湾当下的焦虑那对台湾的发出警语 那个警语你不要认为民进党不不喜欢听哦 我说民进党现在呢现在是老英的但是学歌之教 不瑞泽的讲话会让他们的合理化自己学歌之教的必要性 所以最近你民进党的呃所有的谈两岸问题的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党务系统也好相对都温和包括陈建仁在在内 行政体系在谈两岸问题基本上面都是比较温和的调子 以至于呢绿营晚上的声率的谈话性节节目都很难谈 每个人发出来声音呢都是撒哑的是空洞的是苍白的 就是很奇怪的声音因为他在学歌之教但是叫不出来 那不瑞泽讲的呢我认为两个重点他第一个呢就就是台湾的民粹主义台头对台湾伤害太大了他说的民粹主义他特别指明了太阳花他说太阳花呢是2013年到现在为止已经9年多了不瑞泽说呢太阳 太阳花的民粹导致台湾明明两岸之间如果能够有一个经贸协议对台湾是很有利的但是呢太阳花把这个经贸协议给毁了而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恢复他觉得呢民粹主义对台湾伤害很大他他提到太阳花 第二个他说在蓝绿两两党之间在政策上面有落差但是呢他认为国民党的那种的避战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民进党的只是恐惧而防防防范的那个呢是不对的再来呢他的他也谈到了美国他谈到了美国呢他讲的很白啊他说美国的某些的政客那在呢在炒作台湾问题对台湾的 支持的表态过于积极他又谈到了谁他谈到了陪洛西他谈到像陪洛西去年八月到台湾的访问请问你到底对台湾有有什么好处事后给台湾的是一种兵凶占围而且呢把民进党自己也搞臭了对他讲这三件事情我觉得都中肯啊嗯都很重要啊但是你认为他会不会影响到的台湾政策我觉得我是倒过来的我认为是民进党需要这样的声音来合理 自己话呢自自己现在的装鸽子上面的那个路线上面的变化所以博瑞泽这个声音你想他发出这个声音在绿色的智库里面发出这个声音绿色的智库不知道他会发出这个声音吗他前一天前两天呢在在天下远远见就已经讲了你再让他讲再讲一次但是绿色不会去呛他不会去赌他以至于他对马英九 马英九哎我我今天看到就马英九呢反而觉得很很很委屈啊你看到没马英九的发言人就说双鹰出访在较劲 马半呢有被偷袭的感觉就说你们怎么会说马英九呢想要去搞搞黄菜英文呢不是我们去年底就已经谈好了是我们被你偷袭了你知道我要到大陆呢去去祭祖去去扫墓 你就故意安排这个时候呢到到美国去过境 马英九办公室的理解呢是倒过来但是不管怎么样马英九这一次的出访的重点在于马英九的时间呢现在确定下来了他们呢一个在三月二七蔡英文是三月二九而且四月七号两班飞机一起回回来 那个画面很有很有趣哦四月四月七号那天 以前对马英九呢对了这当然不是同同时落落地我说都都是四月七号啦蔡英文跟马英九双英归归来一个呢是在大陆 重点是这次大陆到底欢不欢迎吗马英九你这两天你所看到的气氛以及台面下面我知道做的准备马英九这次去大陆方面来讲是非常盛大的在准备的 嗯 什么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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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